明天的月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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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來介紹的是不同的月餅 第一個我們先來猜小的好了 這個月餅是叫雲朗月餅 它還有附這個可以重複使用的 叫做透明感極光綠托特包 然後托特包上面它有一個火箭 就是象徵在滿愛跟祝福 緊緊環繞地球一圈的這種概念 它還有個標語喔 就love you to the moon and back 所以就是跟moon festival做一個呼應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蠻好看的 所以這整個月餅呢 它就是用一個家飾品的概念 用的是比較日式的設計 這邊打開呢 就是這樣子木盒的形狀 你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它就是一個兩層的便當盒的一種 家居收納盒也可以 不一定是便當盒啦 木板這邊就可以打開 這邊是有個很精緻的叉子跟刀子 然後它是用自然材質做的竹製刀叉啊 點心盤 蓋子你可以翻過來變成點心盤也是可以的 木叉跟木刀 有上下兩層的月餅 就是用一個友善地球持續使用的 這個是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年輕化的一個月餅欸 然後這是有四個口味 棗泥蛋黃、豆沙栗子、奶黃鳳梨跟蓮蓉松子 這四種口味 然後再來的這一款呢 這一款真的是我覺得蠻經典的 因為它不只這樣子很漂亮之外 你把這個外面拿起來有沒有 它就像一幅畫一樣 所以它這個叫做畫中月 廣式的月餅禮盒 就很漂亮喔 它其實可以感覺像是 那種很漂亮的那種中國畫的感覺 那那inspiration呢是舒適的花影詞 掃布著我花影陰入眼簾的明月 所以你看到的這一幅畫 就是一朵花的一種意境這樣子 打開以後 它還有個非常漂亮的透明的紙 有一個還蠻酷的設計 你把這個下面這個拉開 拉開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托盤 欸我覺得他們這次設計都還蠻酷的 還蠻有就是 再繼續利用的那種感覺 幫我補充一下 這個月餅它會有這個大的袋子 然後它有一個竹 應該是竹子吧 竹子做的這個 環保袋 對 很不錯喔 然後今天 欸 Sean來了對不對 是因為我們要試吃了 這次我們試吃的口味是香柚 在家已經先吃了 我忘了吃哪一個 五人火腿我有吃了 五人火腿好吃 還蠻好吃的 還蠻好吃的 我們昨天吃松子蓮蓉吧 對我們昨天吃松子蓮蓉 我覺得很好吃 我也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喜歡吃甜的月餅 就是我個人可不喜歡吃鹹的 松子蓮蓉吧 那今天我們要來試的是香柚 我想吃八分之一就好 等一下吃飯 八分之一 這超飽的 吃月餅很太打餓了 所以為了晚上吃飯 希望說他吃 昨天吃了四分之一 就 晚上都不想吃飯 好那我跟你一起八分之一 欸它裡面是好像有 有蛋黃 這是蛋黃嗎 我不知道黃黃的 可能是蛋黃 這個是什麼 香柚 這個是柚子 有柚子的味道 有柚子的味道 要補兩黃的就有柚子 很香欸 蠻好吃的也很香 但是也不能說要甜 月餅都是這種 好像我也沒吃過不甜 月餅不甜還要吃嗎 月餅就是要吃甜 對啊 那個柚子很香 昨天才吃四分之一而已 還出去走路回來都不餓 我很想找東西打到去吃月餅 不錯 我喜歡 再來是 最後一個LV的月餅 它去年的很浮誇對不對 去年的還在嗎 希望幫我找去年的 我來先拆好了 它就是有個蝴蝶結 其實跟它的包裝很像 蝴蝶結拆開 它有一個小寶盒的那種感覺 喔讚喔 它是一種吸盒 哇 喔 喔 它是一種吸盒的那種 所以一開始開會比較難開 但它就是這種吸住的意思 需要拿來了 去年就是一個音樂盒的概念 好放在錢 放在這邊好了 可以去看我們去年有做影片喔 對我們去年在哪裡 不知道 找找看 它是分成兩半的 兩半上面都有LV的花紋 超漂亮的 從這個開口可以打開 打開吃裡面就有月餅了 這個月餅它包得好漂亮喔 那這個是迷你鐵觀音奶黃月餅 欸這個是半島酒店的月餅耶 所以應該是LV跟半島酒店合作做的一個月餅 不錯耶半島酒店的喔 它有四個月餅 一個是我剛剛講的就是鐵觀音的月餅 另外一個是荔枝味紅茶奶黃月餅 這麼酷 還有一個半島主廚推薦奶黃月餅兩入 我覺得應該是比較傳統的那種月餅 盒子很美喔 欸 我剛剛發現我的小卡片 我的小卡片 祝我中秋佳節團圓愉快 謝謝LV 超漂亮 它有寄過來一些商品 我來分享一下好了 它有一個是 MBA的短家 它沒有聯名一些商品 這個是一個籃球 籃球框 然後它裡面就是有個MBA的樣式 我很喜歡文青包包的味道 之前有那個嗎 他們是有聯名那個 它聯名那個鑰匙圈 我再放那個影片進來 另外一個比較 我覺得有點浮誇喔 你看這個潘哥的短家 而且這個是難用的短家喔 它的格式不錯 就是它也是有兩格的 中間可以放卡 比較常用的卡 再來是香水 LV的香水一直都做得超漂亮 這個LV的香水叫 Spell On You 它一樣是這樣子的包裝 超漂亮 超美的這個顏色 然後Spell On You 這個是用鑽尾藍的花去做的一個香水 香調是比較柔美 比較sexy的那一種 它裡面另外有加玫瑰跟Jasmine 所以是比較是花香系的系列 好現在來試喝來看看 我覺得它的香味是那種很像是 有點清香可是又有點成熟的那種感覺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通常清香就會比較 有點像少女 可是它又有點成熟的那種感覺 但是它成熟又不會很膩 我覺得不錯喔 好那我們以上的介紹 就到此結束了 那這次的影片主要是為了想跟大家分享月餅禮盒之外呢 也想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這一次我們也會在 麗光形象跟Daisy Code各辦 就是中秋節的抽獎活動 來跟大家一起慶祝這個中秋佳節 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我剛介紹的中秋節禮盒 那大家可以看我下面的資訊欄會有抽獎連結 你看一下抽獎活動的參加方法 希望你們中秋節快樂 然後這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 See you next time Bye 剛剛我忘了分享 還有這一本 Alvi的書 這本書呢就是有一些 他們做產品的inspiration照片 我覺得照片蠻值得收藏的 對培養美感我覺得還蠻重要的啦 那這本書我也會附在 附在禮盒裡喔 他還有這個手袋的一個設計的一個故事啦 這樣說 這手袋真是超漂亮的 跟藝術品一樣 今天分享就這樣結束囉 真的see you next time 啦 Bye bye